今天来到萧郡食堂 萧郡食堂 深夜食堂 萧郡食堂 然后现在萧郡 我们只能吃一个拉面的食堂 好的 选择食材很重要 对 对 这样我给你损一个 好的 哇 这样肯定可以 对 然后呢 请这个 请这个 对不敢不敢 萧思福 萧思福 我请黄西福好一点 黄西福 黄西福 你西不西福啊 你这样子就不对了你知道吗 一起一起 两位西福一起 太客气了 快点 西福 西福 就是先来 对 那么就是师福先来 对对对 上一下 好 你要介绍给这些同学 OK 作为深夜食堂的师傅呢 这怎么说呢 这个等于是 哇 广东taco 啊 广东taco 薯片上面 放上了一点拉面 对 广东taco OK 你生有多少十年啊 吃了先啊 对 我可以做 不能这样吃你知道吗 就这样 很有基数的你看 好好好 接下来由黄西福试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来黄西福 黄西福 黄西福你不要再秀了 哈哈 哈哈 也速点 也速点 哈哈哈 哈哈哈 黄西福被狙了 叫出狙狙 叫出狙狙 这就是 手狙狙 蛤 手狙狙是什么 好 手狙狙来看看 然后进去这个前一个就是 邵师傅叫我们的 嗯 其实我要跟大家就是 简简讲 清楚 哈哈 简讲清楚 你想 你想 你先 通话讲清楚啊 你在跟我们讲清楚啊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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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今天不是一个伤感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黄西福 控制不太住 哈哈 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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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制不住自己 好 那我们为什么呢 刚刚 去讲第三遍 快点啦 黄西福 快点啦 别讲啦 人家都会被快死 我想说的是 喂 哈哈 我要讲什么 邵师傅 他已经说了 就是损食材的重要性 对 其实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薯片 他那个盐呢 都是在这边 然后呢 就是你要看他的弧度 嗯 是不是 嗯 然后呢 拉面呢 其实 也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也不会太长 也不会太短 所以刚刚好 对刚刚好 对对对 换成这个包包的 然后重点 重点 嗯 重点就是关于 再说一遍 在上面 在上面 可以说几遍啊 六遍 还有他这个语言 我觉得存在抄袭的部分 还在热的 然后这个薯片也是凉 你再说全部都要凉 又冷又凉 就这样 观众都快凉了 哇 特别好吃 好吃到 人性的肉 ok 今晚已经结束了这个 广东Taco 介绍Taco 谢谢 对谢谢 好 可以再去试一下 好